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顺手捡了一杯咖啡 可他左看右看都没有变化呀 最终他甩手一扔 可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背后传来了破碎的声音 望着满地的咖啡男主开心的笑了 没错 他的下一步任务就是捡个美女 第一张破了没关系 那就挑个更好的 只见他一边捡一边乐 眼瞅着就要大告成功了 突然 身后传来了电话铃声 就是这个回头的功夫 男主意识到完脱了 因为美女的海报居然被捡坏了 而且是最重要的头和身体一分为二 为了弥补这个错误 他开始满屋子找胶带 回头的时候 他又又又摔了一跤 这一摔呀 他感觉自己背后一凉 仔细一看 海报上的女孩已经出现了 只是他没有脑袋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国产恐怖短片 猎奇中带着一丝恐惧 看完这个故事啊 我深深地记住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要谁窍门都开 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拿起来用 最最最重要的是不要收到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